臺東基督教便宜工會 理事長者 尖地君醫生 今年向上讓便宜 給他洗頭路 經過勞動部的認定 這便宜做法已經違反 工會法 也祝他 打壓工會要定心期 不過臺東基督教便宜 怕想要拿行政救助 今天這位醫生是 好友便宜 不要再來打壓醫師的路況 一載去做南部 關來臺北 跟臺北市醫師 這間工會 開記者會 也是平東基督教 比工會理事長 尖地君 他說他經常向比政事 以後的路動況 因為管理改善的主意 去年底又平告期 比不清楚以前 對組織的以前 都是社會的情侶 過程請尖地君離開 路動部不動財管委員會做出破管 判定路基違反工會法第35條 打壓工會不動路動行為成立 嚴肅工會指控說 民旗經過這麼久了 到現在都沒有做出聯合的修正 他就是政治部的優先處理 採取經驗處理的內容很清楚的就是 要求醫院要重新再做一次 那如果有做出來的結果 翻譯師或者是工會 如果覺得仍然有違反法律的情況的話 那它可以再向 老動部提出採取安全的申請 或是剛剛您講的那樣的那個內容的話 其實我們9月11號已經有做過聲明 民旗中心無法接受 路動部的採管 將會拿出的行政政制 嚴肅路動部方便到現在 也沒有收到聯合的相關資料 因為目前國內醫生 沒有收到 路動基準法的保障 有些病例是 第一期客業來請醫生 客業若夠期 無需要理由就讓改品 也無需要提前通締 尖地君蘇便利的困境 也是醫界的電力法律的情形 將會希望政府部門 應該檢視法規報告的所在 這點收到醫生的客戶保障規範 記者綜合部讀